胡磊因斯帆遭平台封杀 直播取消新剧南上 平台说永久不再合作 胡磊在娱乐圈中一直是都很低调的 童星出身的他天生拥有一部帅气的外表 和充满阳光的性格 因为与胡歌合作狼牙榜 而被大家所熟知 很多观众觉得他将成为第二个胡歌 十分看好他在演艺圈的发展 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 一旦有了名气就容易迷失方向 做出些不理智的事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爆出吴磊斯帆得罪平台的实锤 爆料内容得知 吴磊参与腾讯视频制作的张公安 因帆位等原因无法达成共识 坚持要求帆位必须超过另外一位男演员 导致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腾讯视频平台也表现得十分强硬 并表示对于艺人四番现象坚决不妥协 今后也永久不跟吴磊合作 不仅如此 由吴磊、陆寒、颂严飞、猪眼的网剧 穿越火线也因此受到牵连 更换了新封面 腾讯视频新封面换成了陆寒和颂严飞 看来估计以后在剧集当中 也会被大量减掉关于吴磊的镜头 原本定于8月8日 吴磊将在腾讯视频进行一场 关于穿越火线的直播也因此时被取消了 不仅风皮没有它 连弹幕头像都没有了 这或许就是耍大牌所带的后果 近年来 吴磊和腾讯合作的电视剧非常多 和底热霸主演的古装剧《唱歌行》 也是有腾讯出品的 由此看来 这部剧估计想上映也是非常的困难了 真是剪了织板 丢了习惯 明知自己的资源都是别人提供的 为什么还要爽大牌 作为一名演员 范卫真的比作品本身更为重要 对于四范卫的事情 腾讯方面显得十分的强硬 丝毫不给艺人任何机会 甚至连老总都在朋友圈发文 对于四范卫艺人 把超过别人的排名 看得比作品和创作更重要的年轻艺人 我们只能不合作 看来吴蕾以后的作品不会再出现在腾讯视频中了 谢谢大家